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与恒大达成了协议 以15亿美元收购中国恒大集团 在一家商业银行盛金银行的股份 这是中国当局试图帮助恒大 解决财务问题的最新迹象 恒大今天表示 其下属单位计划将位于辽宁省 沈阳市的盛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近20%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包括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地方分支机构以及地方和省级政府 这项交易将使这家国有公司 成为盛金银行的最大股东 恒大持有这家5年前 在香港上市的盛金银行 34.5%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 其股份将降至14.6% 恒大表示此次出售 价值约为99.9亿元人民币 根据一份监管文件 盛金银行还要求恒大 用出售股权的净收益 来偿还恒大对它的欠款 今天受此消息影响 恒大的股票在香港交易中 跳涨了15% 但是今年总体仍然下跌79% 恒大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的筹集现金 公司报告说截至6月底 其负债相当于3040亿美元 包括885亿美元的有息债务 上周恒大已经错过了一笔美元债券的票面付款 今天再次错过了47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付款 恒大在今天提交的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 其流动性问题对盛金银行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一家国有企业购买其大部分股权 将有助于稳定盛金银行的运营 北京碧桂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里根说 地方政府必须帮助恒大解决与银行的债务问题 如果国有企业没有介入购买恒大的部分股权 那么盛金银行可能不得不记入大量的贷款损失 这可能会影响其对其他企业的贷款 根据盛金银行的监管文件 该银行去年的税后净利润下降了77% 相当于约2亿美元 而今年其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润下降了63% 来到1.6亿美元 盛金银行有24年的历史 其主要业务在中国的北部和东北部 在5个省份有18家分行 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有几十家支行 其监管文件显示 该银行向个人和公司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 并且在过去向恒大集团提供贷款 盛金银行的董事长邱火发 此前曾经在恒大担任执行副总裁 该银行的首席审批官也是来自恒大 其董事会还有其他恒大的代表 他们都是在恒大成为盛金控股股东后被任命的 中国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表示 盛金银行面临某些客户和行业集中的风险 而且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正在损害其利润 根据银行披露的信息 截至去年年底 盛金银行约18.2%的未偿贷款 是给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 而在2018年为12.8% 评级公司称 盛金银行对一批公司的风险敞口 超过了监管限制 瑞银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这次出售将帮助恒大解决一些 即将到来的负债 主要是对盛金银行的欠款 但是不足以解决该公司紧张的流动资金状况 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北京正在敦促与万科集团体量相当的国有企业 和国有房地产开发商购买恒大的一些房产 另外一名微信用户 同时也是恒大事件的受害者表示 微信平台已经封锁了至少8个微信聊天群 这些群的成员都是被恒大欠债的中国人 这些群每个大约有200至500人 在群内成员会讨论一些主张 并且组织抗议活动 成员们表示 从本周二早上开始 他们被禁止在群内发送新的消息 最近几周 愤怒的购房者和散户投资者在几个城市发起了抗议活动 许多人是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本月的早些时候 一些抗议者在深圳恒大总部的外面被带走 类似的消息也会在微信群中分享 今天两名微信用户试图发消息的时候 看到了微信的报告错误信息 称该群组因违反相关规定而被限制使用 另外三名用户表示 这些群组已经从他们的微信中被删除 另外两名用户也表示 他们现在无法访问他们的群组 腾讯对此拒绝回应 群组成员中的两名说 上周日中国执法部门找到了他们 并且要求他们签署文件 承诺不参加任何集会 或者是做出任何非法活动 上周我们也向您报道过 中国政府在稳定恒大危机带来的振动中 明确提到了要禁止出现群体性的抗议活动 近期被关注的比较多的另一个中国房产巨头 可能就是融创中国 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称 融创的一个部门正在请求政府帮助 该文件称 政府对价格和销售的抑制 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疲软 以及抵押贷款审批的放缓 对该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融创周二澄清 该文件只是一份内部草案 没有打算要发给政府 尽管如此 该文件确实通过细节 突出了中国开发商 尤其是像融创这样的负债开发商 在政府继续压制住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 可能面临的困难 8月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销售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而融创的合同销售下降了30% 尚未建成的公寓销售 已经成为中国开发商的一个重要融资来源 尤其是在政府通过三条红线政策 限制其他融资渠道之后 融创的合同负债表明欠购房者的公寓价值达到了500亿美元 在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 融创的股票和债券是最近几周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 因为投资者担心恒大的危机会传染给其他地产商 曾经在中国房地产繁荣时期 融创通过借贷而迅速发展起来 融创去年的收入为2300亿元人民币 是其2016年销售额的6倍多 与此同时 它的借款也以类似的速度膨胀 截至6月份 融创借款额达到470亿美元 约为恒大的一半 融创的财务指标肯定要比恒大好得多 所以分析师认为 它不会立即面临流动性问题 自2019年以来 它的借款额略有下降 但是其应付账款也已经飙升 长期的房地产低迷 将意味着越来越难产生现金来偿还债务 融创曾经乘着中国的房地产热潮而上 现在它也有可能会跟着它回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种种危机和调整之下 市场的整体反应 今天由于对恒大忧虑的暂缓 一些投资者已经看到了 逢低布局的契机 南下的资金重新活跃起来 全球资管巨头也表示 在大跌之后会再度涉足 深度的调整之后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和平台龙头 受到了抄底资金的特别青睐 恒生国企指数的重拳股阿里巴巴 港股今年跌幅超过36% 腾讯控股也跌了17.6% 一些看好企业长期发展前景的资金汹涌入局 南下资金在经历7月的断崖市下跌之后 近期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回暖态势 近三个交易日 内地投资者通过互联互通机制 竟买入了约140亿港元的香港股票 仅昨天9月28日一天 腾讯就受到了超过18亿港元的南下资金扫货 珠海清竹私募的CEO江良庆表示 综合来看 港股今年有一些股票跌的比较多 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认为中国对互联网的监管并非是扼杀式的 他说今年之前互联网的监管都比较松 但企业成长得太大的话 从各方面来说其实就是需要政府来监管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表示 在中国股市今年大幅下跌之后 它正在重新涉足中国股市 并且压住中国政府将很快再次开始推出刺激措施 贝莱德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称 我们正在涉足中国股市 将我们的战术观点从年中的中性转向适度增持 英皇证券的研究总监陈锦兴表示 恒大事件发展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比较低 内地的焦点可能放在稳定增长 可能有一些政策支持经济 到时候对中港股市都有可能有帮助 瑞银在报告中指出 预计2021年MSCI香港指数的盈利将增长27% 并且建议投资者选择旧经济部门中估值低迷的周期价值股 比如说银行和房地产 以及受益大湾区建设的股票等 另外科技股方面 腾讯控股昨天回购了22万股的股票 设资103.7亿港元 在持续的回购下 腾讯已经脱离了8月份创下的低位 并且从当时的低位反弹超过一成 中国的智能手机巨头小米近期也是频繁的回购 周二赤资约8461万港元 回购了387.02万股 并且已经是9月份的第16次回购 年初至今小米的股价下跌超过三成 持续的回购暂时并未让小米的股价有所起色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